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 大秀已经结束了 老公 可不可以抱抱我了 愣着干嘛呢 快去呀 快去呀 好 我给你看样的东西 老公 寻觅成为第一了 我们终于找到正确的方向了 我们先让客户选择一个 在婚恋中最重视的点 职业 性格 外貌等等 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信息筛选 我以前总是以个人选择 来决定寻觅的运营规则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重视的方面也是很难改变的 不像我 我的选择 都是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 那看来 我得继续刷新一下 你对我的认知啊 我对你的认知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只需要确定 你很爱我这件事情就够了 谢谢你 在我变成青蛙的时候 没有放弃我 之前在寻觅有危机的时候 还带着病偷偷被我解决了 我才反思分歧制度的不足 寻觅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你在得知我是灰姑娘的时候 不也接受我了吗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的蠢事 我为了好好留住你的爱 不敢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担心你被别人抢走 一天到晚想办法套路你 不让你离开 但你知道后不仅不离开我 还默默地给我支持 帮助我 照顾我 给我温暖 给我依靠 抵挡不住你出现 把防备都偷走 拉扯进爱的漩涡 梦一样掠过 任时光不停定刻你的轮廓 让我觉得自己像公主一样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公主 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挫把你 当成为我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我才能跟你相恋 发现你的勇敢 善良 耿直 为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 你对设计的执着 是多么地闪闪发光 是你让我每天 都充满着力量 看到你努力和开心的样子 我就觉得 一切都值得 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 其实我没有很完美 是因为有你 你愿意包容我所有的缺点 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好 所以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 月期的心动 擦破夜空 短暂的大漠 守望着 却徒留黑白色